各位观众你们好 多谢来到肥坤频道 收睇肥坤的影片 今天肥坤年初八 来到德胜花园 德胜花园环境挺优静 坐下来挺舒服 德胜花园 纪念1622年 葡萄牙军队打赢了荷兰军队 有个德胜花园做纪念 我们今天走在附近的马路 这附近是高楼大厦林立 也有学校区 这附近有几间学校 放学非常热闹 今天我们走着罗利鲁马路 镜头拍着这条就是罗利鲁马路 也是一条繁忙的马路 前面这座建筑物提一提 以前就是彩虹别墅 彩虹别墅以前很出名 现在就建了高楼大厦 环境都改变了 两边两边都高楼大厦 另一边就是孙中山纪念馆 这边就是交通部 以前就是兵营 附近有几多学校 这间是和文中博学校 我们走着罗利鲁马路 罗利鲁马路应该有这个名字 肥坤查书 罗利鲁应该是一个将军 他派到澳门是整治河道 梭东河道 他说他做了一半 就被白朗鼓接手了 继续做完那些首尾 他也有一条马路 叫他的名字 罗利鲁马路 就是那天 彩虹别墅 就把它改变为彩虹大厦 好好注意 彩虹别墅 这边是彩虹别墅 就改变了彩虹大厦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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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里 和彩虹别墅 这些旧式的大厦 以前是建得挺漂亮的 地方又宽大 镜头拍着这边是荷兰园马路 黄色的这种建筑物是茶文化馆 后面是老九花园 附近开了很多餐厅 好 好 我们继续走路狗 门口这边是末路狗 这边是罗尼老百路 这边是塔石街 这边是罗狗花圆 今天肥群不进去 这附近有很多食店 着附也坐满了 这个时候是吃饭时间 小朋友都放学了 吃饭肥炉 饭肥炉 池草 为宽炉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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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裏很多店铺都开了 那边有一些还没开 这边是高地乌街 很快就走到贝利拉街了 这边是贝利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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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走到附近都有人类 这边是贝利拉街 这边是贝利拉街 另外一边是罗里路马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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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